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东时 纪刚已经备个去了秀才功名 干脆就拦住了朱棣的马匹 出动抱上了朱棣的大腿 纪刚在静难之一中表现出色 凭借其事功夫在军中扬名立万 更重要的是比他能打的将领 雷他有心机 他有能把人卖了 还让对方帮招出钱的能力 纪刚因此当上了锦衣卫指挥使 成了朱棣最得力的英权 和臭名昭著的纪刚相比 唐顺之则是青史留名的学大典范 唐顺之的履历可以把唐伯虎秒承扎 唐顺之二十三岁就取得了会是第一 会是在电视前 电视成绩很看皇帝心情 电视第四 在文学场 老唐是家境三大家和八大才子之一 在武术省 老唐向杨宗怀疑是杨家梨花枪的传人 学习过枪法 苦练十年有余 七纪光经常向老唐请教枪法 唐家是真正的霸王枪 在江南堪称第一 老唐经常演示枪法 北七纪光讲解枪法内容绩效新书上有描述 他的射箭技术验是顶级 自认为在枪法之上 最后老唐还编写了五遍 讲解全法 除了单挑技术 老唐还编成了冤阳镇1.0版 此外 老唐还是工程 数学专家 是儒学宗师 在梁宇生小说中 卓亦航是雄亭碧的晚辈名代的文武双学霸 还有雄亭碧 他先是考中了胡广武乡市第一名戒员 然后又突然从体育特长省 变成了文科学霸 在万历25年1597年28岁时成了胡广文乡市的戒员 他二十九岁时中了进士 让两胡的文人 武者都极度地要死 雄亭碧能左右开弓射箭 他在辽东脾气大 可是有真依障 就算是和卢尔哈赤单挑 雄亭碧也有相当大的胜算 他比卢尔哈赤小十岁 最后登场文武绝霸是卢相生 卢相生二十二岁就中了进士 在整个明朝车举中都非常罕见 只有李东阳十七岁 徐阶二十岁等寥寥几人中进士时比他年轻 卢相生三十岁编练天雄军 一年后就调打各路农民军 三十六岁时和红城仇一起重创牢闯忙高营祥 卢相生天赋异禀 屡历过人 每次和人开战都冲在最前面 史实战派坎人人专家 被农民军称为卢严王 除了这些人 于大游 李承良 也都中过秀才 由于他们的主职还是军人 所以就不列明其中 这些能文能武的学霸们 还大都进入了升官快车道 所以郭芙蓉要是比吕秀才练武 也不是没有道理 霍站端武特会活动持续进行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